大家好,欢迎来到快听FM 在这里,您可以听到每本书的精华内容解读 让您在30分钟内读懂一本书 让您轻轻松松遨游在书的海洋里 祝大家每天都能享受愉快的听书时光 今天我要和您分享一本 名为正念的奇迹的书籍 这本书的中文版大约有15万字 我将花费大约20分钟的时间 为您阐述书中的精髓 关于休息正念 如何将一个平凡的生活转变成奇迹 从小时候起 老师们就教导我们要一心不能爱用 但是现在看看 又有多少人能做到专心致志呢 在下班的路上玩手机 吃饭时看电视剧 甚至在上厕所的几分钟内 也要翻看报纸 或许这似乎并没有错 毕竟生活节奏快 工作时间紧迫 谁不需要再忙碌之余 找些娱乐 或抓紧时间学习呢 从时间管理的角度看 我们的忙碌固然有其道理 但若想改变自己忙碌的生活 休息正念就显得至关重要 专注当下全心投入每一件事情 例如吃饭时只顾吃饭 睡觉时只想睡觉 而不是在吃饭时胡思乱想 在睡觉时辗转反侧 这本正念的奇迹 最初是一封用越南文写成的长信 这封信是一位禅室写给社会服务 青年学校的主要成员广兄的 当时越南正处于战毁纷飞之中 广兄和其他志愿者们 凭借着他们的正念去帮助那里的人 但由于他们的工作并不被理解 导致很多人遭受不法分子的打击和报复 一行大师便寄信提醒他们 即使在恶劣的环境中 也要专心修行正念 用正念来庇护和疗愈自己 与其他禅书不同 这本书没有复杂的专业术语 作者为了帮助读者理解 将书写得通俗易懂 还提供了详细的修正 正念方法 简明恶要地指导读者 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修行正念 读完这本书后 您会发现在生活中 没有不可逾越的困难 只要您能学会保持正念 您就能在一秒钟之内 变得心平气和 若您愿意为自己努力 务必一读正念的奇迹 这本书的作者一行禅师 是当今国际社会中 最具宗教影响力的僧人之一 他同时也是越战调停委员会联合主席 曾被诺贝尔和平奖提名 除此之外 他还是一位诗人 他的诗充满希望 深受饱受战火之灾的越南人民喜爱 上面是对这本书基本情况和作者的简介 接下来我将详细为您讲解书中的内容 首先我们将重点探讨重念的概念 以及修习正念的重要性 其次我们会深入探讨 在日常生活中如何修习正念 最后我们将探讨如何透过正念 照亮自己的人生道路 让我们首先深入探讨 第一个重要的主题 正念是什么 以及休息正念有多重要 现今越来越多的人崇尚单身 认为单身生活非常自由 无需过多考虑他人的意见 每天都享受自由自在的生活 而一旦结婚 特别是在有了孩子之后 情况就变得截然不同 自己的时间被分割的几乎没有剩余 对于家庭主妇来说 一部分时间被用于家务 大部分时间则用来陪伴孩子 或许只有在孩子入睡之际 才能稍微获得一些个人空间来放松 作者曾有一个朋友 深受家庭生活之困扰 一次 这位朋友带着他的儿子 拜访作者 但在他们交谈的间隙 这位朋友似乎心不在焉 他的儿子不断奔跑 时而闹哄哄 时而扑向大人 打断了他们的谈话 而晚上回家后 这位朋友还需要照顾 另一个年幼的孩子 以至于自己几乎 无法获得完整的休息 后来 这位朋友找到了一种方法 来平衡生活 他尝试不再分割时间 而是将为家人付出的时间 当作自己的时间 例如在陪伴儿子做作业时 他尽量和儿子一起完成作业 让自己对这个任务产生兴趣 最终他发现自己拥有了更多的时间 这位朋友全心陪伴儿子做作业的过程 实际上是在休息 他的正念 再来举个例子 孙悟空在西游记中 能够拔一根蚝毛 吹一口气 就能召唤出无数小猴子 帮助他打妖怪 而只需一句话 他可以召唤这些小猴子 使他们重新融合成一个整体 正念就像这个奇迹 他可以在一瞬间找回散乱的思绪 让人找回完整的自我 那么到底什么是正念呢 正念就是能够时刻专注在当下 保持警觉 随时应对各种突发情况 简而言之 正念是活在当下的能力 举个问题 您日常生活中是否会洗碗呢 也许您觉得这个问题很简单 谁不会洗碗呢 但实际上 洗碗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做着一行禅师告诉我们 洗碗时 您应该只专注在洗碗这个动作上 随着呼吸 来觉察您洗碗的过程和您的思绪 如果您只是匆匆忙忙的洗碗 而思绪飘忽不定 那就不算是真正的洗碗 因为您的心思可能在别处 如果您在洗碗时 只想着接下来要做什么 那您并没有真正的活在当下 作者指出 无论您做任何事情 如走路坐车工作或者吃喝玩乐 都应该保持正念 如果您吃饭时一边吃一边看电视 您是否真正品尝食物的美味呢 很可能你连自己是否饱了 都没有察觉 正念是让我们全身心的投入当下 感受生命的奇迹 让我们不再只是匆匆忙忙的度过每一刻 所以无论是洗碗还是其他事情 保持正念都至关重要 有一次作者和一位名叫吉姆的朋友 去美国旅行 他们坐在树下分享一颗橘子 吉姆一边吃着橘子 一边谈论着接下来的旅行计划 但是吉姆总是忙着塞橘子进嘴里 未曾真正品味着美味的水果 甚至吉姆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吃东西 后来作者提醒他说 你应该先吃完嘴里的橘子 吉姆意识到 他应该细细品味橘子的味道 或许你也有类似的经历吧 一边和他人交谈 一边吃东西 不经意间就将食物吃完 却未真正品味食物的滋味 作者告诉我们 生活就像一个橘子 你若吃了它 就会与它合为一体 而非过多忧虑明天的是 实际上 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是一种仪式 有人或许认为这种说法有些夸张 但作者提到仪式这个字眼 正是为了唤醒我们 让我们知晓正念的重要性 无论身在何处 无论在做什么 保持正念对您十分重要 只有这样 您才能真正体会到 正念所带来的奇迹 总之刚才所述极是 第一个重点 内容正念是什么 以及休息正念的重要性 刚才我们讲完了第一个重点 正念的概念 以及休息正念的重要性 现在让我们进入第二个要点 探讨在日常生活中如何休息正念 在日常生活中 休息正念的第一步是留意您的呼吸 许多书籍都讨论了呼吸的益处 甚至有观点认为 正确的呼吸比食物还要重要 事实上 呼吸可以强化我们的肺部功能 促进血液循环 有一年作者因重病而苦不堪言 治疗多年未见明显效果 然后通过呼吸练习 它奇迹般康复 呼吸之所以如此重要 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正念 如果您的思绪经常漫无目标 或最近感觉心神不宁 那么掌握呼吸这一工具 对您非常必要 它可以帮助您重新掌控自己的身心 培养专注力 正念的奇迹这本书 教导我们如何控制呼吸 当您吸气时 您要觉察自己在吸气 当您呼气时 您要觉察自己在呼气 深吸一口气时 您知道自己在深吸气 深呼一口气时 您也知道自己在深呼气 通常情况下 在无人干扰的环境下 我们很容易觉察自己的呼吸 但在当有人与我们交谈时 保持呼吸的觉察 就可能变得更加复杂 这是我们在休息正念时 常常会遇到的挑战 作者提醒我们 如果您希望与他人进行交流 最好不要打断自己的正念 因此您可以换一种角度思考 即尽管在聆听对方说话 但同时你也可以 继续保持自己的正念 认识到此刻您正在与对方 共度时光此外 作者在书中还介绍了几种休息正念的方法 其中随吸法最适合初学者 这个方法要求您躺在垫子上 双臂自然垂放身体两侧 背部推着地面 不使用枕头 然后您开始测量自己呼吸的长度 伴随呼吸 您在心中莫属一二三 当您下次呼吸时 尝试延长一到两秒 争取能数到六或七后再吸气 这个方法能帮助您排空肺部的废气 使肺部更轻松地吸入新鲜空气 如果您不喜欢数数 您也可以用此组来替代练习 比如在心中默念 我正在练习呼吸 经过几周的练习后 无论您在行走坐着还是站立时 都可以使用这种方法测量自己的呼吸 渐渐的 您会发现吸气和呼气的长度趋于平衡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 在练习时不要急功近利 每次只需要练习十几次即可 尤其当感到疲惫时 应立刻停止练习 回归正常呼吸状态 休息的第二步是设立您的阵念日 前面我们提到了 一个人应该每天 每时每刻都要休息正念 但实际操作起来并不容易 回想学生迟带 即便在短短的40分钟课堂时间里 我们也常常不自觉地走神 因此在一天24小时 都维持正念的要求 实属不易 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做到 因此作者建议 我们最好每天抽出一整天的时间 专门用来休息正念 例如您可以选择星期天 将其作为专注休息正念的日子 在正念日这一天 从早上醒来的瞬间开始 您就提醒自己 今天是我的正念日 为防止忘记您 还可以设置提醒 就像设置闹钟一样 还可以将手机闭纸 设置成与正念相关的主题背景 这样一碰手机 您就会意识到 今天的重要性 以早晨为例 当您醒来时 每一个动作都要带有正念 穿衣服时 您知道自己正在穿衣服 吃早餐时 您知道吃饭 此刻是最重要的事情 然后在吃完早饭后 您需要继续保持正念 愉快地打扫卫生 体验工作的乐趣 而不是急于完成任务 在做事时 您也应保持冷静和有序 就像一些寺庙里的僧侣 在工作时总是显得冷静有序 另外如果您刚开始练习正念 最好整天保持宁静 极尽量少说话 这是因为在这个时候 您的正念修炼力量上不强 所以在与人交谈时 容易丧失正念 总之这一天 无论做什么 您都要全神贯注 否则这一天 对您来说就没有意义 如果您担忧和焦虑 未来发生的事情 那么您就已成为 未来的俘虏 因此作者提醒我们 要活在当下 因为当下才是您的生活 您的生命 休息的第三步 是以心关心 长照禅士曾说过 如果修行者了解自己的内心 只需一点微小的努力 就能取得成就 但如果他对自己的内心无所知 即便再多的努力 也将徒劳无功 因此要修行正念 您必须先关照自己的内心 了解自己内心的 每一个感知和念头 觉受即是您的觉察和感受 是对内心体验的感知 那么您应该如何对待 自己的矫顺和念头呢 很简单 只要您能认识到 它们的存在就可以了 比如当您感到难过时 您意识到自己内心 有一种悲伤的感觉 而如果您感到生气 您也能觉察到 自己此刻的愤怒 即便您现在没有任何的感觉 您也能觉察到 自己此刻没有任何 觉受和念头 总之无论是喜慕哀乐 还是好坏善恶 您只要能觉察到 自己此刻的念头 就好了 而不必像对待敌人 那样反抗他们 关照到内心的每一个角色和念头 您就已经成功修行了自己的正念 这可能有点抽象 不过我可以给您举一个书中的例子 想象在一座皇宫的大门外 有一个出口和一个入口 而您的心就是大门的首位 每当有某种角兽和念头进出 您的心都能察觉到 但您的心不会上前阻挡他们 也不会消除他们 值得注意的是 大门的首位和进出的人 实际上是同一个人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将自己的心比作大门的首位 但进出大门的念头和觉受 也同样是我们心的一部分 只是有些诱惑 让我们将这些念头 看作是自己的敌人 这是很正常的 因为大概没有人喜欢愤怒 悲伤和嫉妒等负面情绪 但它们同样是我们内心的一部分 当我们产生这些负面念头时 实际上我们自己也成了 这些念头的一部分 因此我们既是首位 也是访客 我们既是自己的心 也是观察者 这就是作者一直强调的 驱逐任何念头都没有必要 无论是伤心还是愤怒 只要能觉察到 它们就足够了 换句话说 心是不会把心赶走的 它只能观察自己 好了 以上是本书的第二个重点 接下来让我为您介绍 最后一个重点 即如何通过正念 照亮自己的人生道路 第一点是静观自身的五蕴 我们在念佛经时 经常能听到观自在菩萨 行身般若波罗蜜多时 照见五蕴皆空 度一切苦恶的话 那么五蕴是指什么呢 五蕴分为五个范畴 它们分别是色、受、想、行、食 佛教认为 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由这五蕴组成 而人的生命也由这五蕴构成 每一个五蕴对象 都与外部世界紧密相连 就像当您看着自己的桌子时 要知道它是如何来的 实际上 在桌子变成商品 被卖给我们之前 它是一棵生长在森林里的树木 只有经过伐木工人的砍伐 制成桌子的材料 再加上螺丝钉的组装 才变成了您面前的桌子 在树木变成桌子之前 还需要阳光和雨露的滋养 这就是桌子的五蕴 如果桌子缺少了其中任何一个元素 它就无法继续存在 没有螺丝钉 桌子就会散架 没有伐木工人 它无法变成桌子的模样 没有阳光和雨露的滋润 树木也无法茁壮成长 用作材料 同样 我们自身的五蕴 也是相互依存的关系 它们不能被分割或独立存在 做着一行禅师告诉我们 自我就是五蕴的合合 通过静观自身的五蕴 您可以从痛苦中得到解脱 举例来说 有些人经常无法理解生死问题 但实际上 生死是生命的两个方面 就像硬币有两个面一样 必须有两个方面才能存在 死亡也是生命的一部分 只有当您接受了死亡 才能超越生死 真正活在当下 第二点保护和照顾好自己的正面 世家蒙尼佛曾讲过这样一个预言故事 讲护一个艺人和他的徒弟在街头卖艺 表演杂技的情节 师父在头上竖了一根竹竿 然后徒弟要顺着竹竿爬到顶端 在师父行走时保持平衡 有一天师父告诉徒弟从现在起 我们互相看着对方 互相帮助 以保持专注力 避免意外发生 但是徒弟聪明地回答说 师父 我们还是各自照顾好自己吧 因为照顾好了自己 就是照顾好我们两个人 这个故事的寓意是提醒我们 休息正念时 您得先照顾好自己 而不是过多关注别人 如果您连自己都顾不上 还试图管理别人 您的内心就会渐渐滋生愤怒和不满 从而失去正念 另外作者还提到 在家庭中 只要有一个人休息正念 其他人也会变得更加正念分明 举个例子 如果您在休息正念 但您的家人并不理解或支持 那么您不应该试图说服他们 而是应该通过自己的行动来影响他们 书中有一句话说得很好 自己尽全力 就是提醒身边的人尽最大的努力 第三点是要懂得活在当下 书中分享了一个有趣的故事 名叫皇帝的三个问题 这个故事描述了一位皇帝 他为了避免犯错误 提出了三个问题来咨询人们 这三个问题分别是 一 做一件事的最佳时机 是什么时候 二 与你一起做事的最重要的人是谁 三 在任何时候 你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是什么 皇帝收到了很多答案 但没有一个满意的 于是他乔装打扮 亲自上山拜访一个影试 向影试提出这三个问题 但是影试只是默默地在田地里劳作 没有回答皇帝的问题 皇帝主动上前帮助影试 突然有一个受伤的人跑了过来 皇帝脱下自己的衣服 为这名伤者包扎伤口 后来伤者向皇帝道歉 原来他原本是来刺杀皇帝的 由于被皇帝的卫兵发现 他受了重伤 皇帝反而救了他的命 随后影试解释了情况 告诉皇帝 如果你没有帮我劳作 那么回去的路上也会遭遇袭击 你会后悔没有留下来 因此最重要的时刻 就是你在田地里劳作的时候 最重要的人就是我 而最重要的事 就是帮助身边的人减轻痛苦 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 最重要的时刻就是现在 最重要的人是现在和你在一起的人 而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帮助身边的人减轻痛苦 这是我们人生的追求 只要您做到了这些 您就能够保持自己的正念 点亮自己的人生道路 好了 说到这里 我们今天的讨论就告一段落了 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 今天所讨论的要点 首先我们谈到了正念的奇迹 正念就是让您能够活在当下 不论您在做什么 身在何处 您都能意识到自己此时此刻 正在做的事情 比如当您在刷碗的时候 您能够全神贯注 而不是心不在焉地想其他事情 只有这样 您才能够真正体会到正念的奇迹 其次 我们讨论了 在日常生活中 休息正念的方法 我们提到了三个关键点 首先关照自己的呼吸 意识到呼气和吸气的过程 甚至可以使用随吸法 来帮助自己练习呼吸 其次 设立您的正念日 每周腾出一天的时间来专门休息正念 用心体会您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最后用心观察自己的内心 无论是悲伤还是愤怒 只要您能察觉到它们的存在 就已经足够 不必试图赶走这些情绪 因为心只能观察自己 最后我们谈到了 如何通过正念来引导自己的人生道路 首先 静观自身五蕴的和和 认识到五蕴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 只有接受了死亡 您才能更好的生活 第二 照顾好自己的正念 只有保持自己的正念 才能影响他人 做出改变 第三 要懂得活在当下 通过皇帝的三个问题 这个预言故事 我们了解到最重要的时刻 就是现在 最重要的人是现在和与您在一起的人 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帮助身边的人减轻痛苦 当您能够做到这些时 您就能够点亮自己的人生道路 好了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精华内容 恭喜您又听完了一本书 希望这本书能够给您这种力量 让您更加相信自己 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和关注 请订阅快听FM的频道 点赞并与身边的朋友 分享这个宝贵的知识 让我们共同将智慧与实践相结合 实现自己的财富自由 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请订阅快听FM的频道